最近可能会有一个岗位晋升 然后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 今年还挺幸福的 因为怀了宝宝了 我家在天津 然后我现在是在北京工作 就调到北京了 这个成绩特别方便 就是半个小时 可以每天往返 以前有时候开车得两个小时吧 未来十年后 我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他早上起来 就可以帮我把早餐做好 他可以帮我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 然后洗衣服 然后收拾家务等等 就是想了就十年以后 希望这个房价低一点 让我们这些打工的 都不再为这个房子而发愁 因为现在感觉大家都在想 因为教师很稳定啊 然后希望之后 就是咱们国家的教育能多远化发展 就像现在不是把职业教育也发展起来了吗 然后就更多的人才就慢慢涌向 涌向各个行业 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越来的越高效吧 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去医院的话 我就体会到 就是有时候会花费挺多的时间待在那里的 就希望我们的 比如说线上的医疗这种 越来越健全和完善 希望我们中国芯片能够得到一流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在国际上每个国家的一个必争之地吧 希望自己有一套房子 然后有一辆车 然后有一点存款 希望自己的家人 孩子 父母 都健康 幸福 我希望能像十年前的自己一样 能不断地去挑战 去对生活一直充满热情 我想在这个行业里呢 继续打拼马 然后能够在这个行业里 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 兴奋的努力 能够换回对自己家庭 这种对社会 对整体的一个回馈吧